贾秀全出山再获重用 重返男族提拔担任主教练 比李铁和陈旭元更令人敬佩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咱们前中国女族的主教练贾秀全 她在近日也是在舆论之中却能够力排众议 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重返男族担任了主教练 那么伴随着这一次的王者归来 可以说让很多的球迷也都是感叹到不可思议 因为就在前些天甚至相关媒体还传出贾秀全被带走协助调查 当然了后期他也顺利的再回来了 对吧 没有问题 那么在查完之后 在这个舆论的封口浪尖之上 竟然能够再度的出山 获得了重用提拔 走上了男族主教练的岗位 这确实让大家感觉到确实不可思议 超出大家的预期了 原本大家都感觉已经过了退休的年纪 贾秀全这个时候就是安享晚年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再出来折腾了 而且提到贾秀全可能广大的中国足球迷 更多的还是停留于在此前的东京奥运会上 他带领中国女族我们兵败东京的那种失利的挫败感 大家对于贾秀全是有着一种难以原谅他的这么一种气氛在里面的 因为在东京奥运会开打之前 当时贾秀全的那只中国女族的名单一公布之后就引发了外界的争议 甚至当时亚苏联都表示贾秀全的这份名单不可思议 他使用了很多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经验的一些小将进入到奥运名单 而像唐嘉丽等几位球队的核心主力却被排斥在名单之外 这就引发了外界的热议和争讨 那么事实证明他的这套相对年轻的阵容名单 来到奥运会之上也是最终输得一塌糊涂 0比5的惨败 0比8的惨败 一场又一场的惨败让我们感觉到触目惊心 那么这三场小组赛打下来之后贾秀全是输得体无完肤 随后带领球队也是黯淡的回国 回国之后他就进入到销声匿迹的状态 此后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没有出现在大家的公众面前 对吧已经没有办法不敢在公众面前亮相了 在所有人都认为贾秀全就此销声匿迹 永远都不可能再重返足坛的时候 那么前段时间就传出消息说他被带走调查了 但是后期呢他又亲自发了一个朋友圈 对吧证明了自己目前是处于一个安全的境地之下 也算是给外界击碎了那些相关的传言 但事实证明呢根据此前的相关媒体人透露 其实贾秀全前段时间确实是被带走协助调查过 但是调查完相关的事情之后呢就放他回家了 那么要知道在结合贾秀全 他在十年之前的那次反腐中就存在过非常严重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结合在过去的一个奥运周期 他执教中国女族的这种败笔 或许大家都认为他不可能再在中国足坛内吃得开 不可能再获得任何的重用和提拔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今天我们看到 根据咱们国内权威媒体人 足球报国内部主任李璇老师也是发布了一个重磅的消息 他也表示为南足球协会正式的官宣 贾秀全被聘任成为了陕西圣唐琴尼足球俱乐部的主教练 那么这支俱乐部将有望参加新赛季的中冠比赛 那么目前正在组织队员的视讯工作 而聘请了贾秀全以及他执教中国女族时期的整个国字号教练园团队 来执教这支男足的俱乐部队伍 那么未来是非常有机会帮助这支球队在未来的三年之内 甚至有望完成三级跳 他是有可能从中冠业余联赛打到中以 再打到中甲一步一步的升上来 完全有可能贾秀全也确实有这个能力 毕竟执教这种低级别联赛的男足俱乐部 他是有能力有经验带好的 毕竟此前他也带过中超的俱乐部 对吧 所以说贾秀全起码伴随着这一次他的走马上任 就意味着他起码在今年这一次的反腐过程中 他不存在特别严重的问题 如果存在严重问题的话 这个时候也不可能有俱乐部去用他 所以说眼下来看 起码通过他这一点来看的话 是比李铁和陈旭元更值得我们敬佩的 李铁和陈旭元是涉嫌了严重的违法违纪 而贾秀全可能我们大家对于他的诟病 更多的是他的执教能力问题 但是起码在做人做事方面 是暂时来看没有特别大的问题的 所以说这一点来看 是要比李铁和陈旭元更强的 那么我们也是希望 伴随着贾秀全这一次的走马上任 也能够在全新的工作岗位上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能够继续贡献自己的余热 为中国足球做出自己突出的贡献吧 我们也拭目以待 我们也拭目以待